老牌隐形约翰·曲弗塔与太太一同上奥斯卡 居然不怕太做吃醋 与女搭档公然调情 以冰雪奇缘主题曲Let It Go 名造一时女歌手伊迪娜曼佐 先前曾被曲弗塔乱念名字 伊迪娜曼佐借奥斯卡反将她一军 随后曲弗塔不晓得无心或者有意 一把搂住伊迪娜曼佐的腰 用手不断磨蹭她下巴 曲弗塔吃豆腐伊云不止这一桩 她趁走红毯时冷不防嘟嘴 亲吻性感女星史嘉雷·乔涵森 来看看现狼吻瞬间 手还不安分乱摸 就被许多观众批评实在太轻浮 网友立刻不留情恶搞 把曲弗塔强吻拿来合成 本届影帝爱迪瑞德曼 英国苏珊大审 恶国强人普丁 甚至美国地标自由女神像 北韩金正恩 都成了曲弗塔狼吻下的受害者 不久前 美国副总统拜登也因为与新任股房部长的太太 互动太亲密 被批评有失政治家风范 看来只要公众人物 行为举止都要特别克制 否则只会被击为怪叔叔 到全球媒体看笑话 记者无限长报道 好